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 作为曾经的屌丝三宝之一的雪佛兰麦瑞宝 依旧活跃在全国各个城市 当索纳塔和K5风光不在 唯有麦瑞宝还在坚持 不过现在他也是连颇老矣 就算是现在很多地方都狂降四万 最低配才十二万左右 比起速腾还是拼不瘾 其实关键就在于麦瑞宝自身的三大军 第一就是乘坐舒适度的不足 虽然麦瑞宝的性能和操作感都是不错 但是奈何后悬挂比较硬 座椅设计又不太舒适 在遇到坑洼路面时 麦瑞宝的后排就比面包车好一些 第二个就是内饰上的选材了 作为中级车 麦瑞宝的内饰实在有些掉价 材质上硬塑料就不吐槽了 连布料都上了 弄脏后非常难打整 这一点让不少车主都很难受 并且用料不行就算了 设计上也很诡异 按键全部堆在一起 看着就很难受 最后一个就是起步加速慢 在交通拥堵的市区道路上 麦瑞宝在卡车位方面实在很吃亏 尽管它最大马力可达170马力 奈何车身太重 车主只有身踩油门才能获得更大的动力 不过虽然有些小毛病 但是麦瑞宝能屹立这么多年 还是说明它是本身非常优秀的 如今还降价了这么多 性价比再一次提升了 即便销量不如速腾 但也是一款非常值得购买的车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